大家好,我是来自预防半导体通用模拟产品市场部的金瑞阳 今天由我来为大家介绍GVSTTSB582来实现对旋转VL7角度测量的解决方案 TSB582是一款双路的运转放大器 它支持200毫安的输出电流能力 支持4V到36V的输入电压 节省了管路和过流的保护功能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在整个解决方案中的一个实现过程 首先MCU产生一个交流信号给到TSB582 TSB582对于交流信号进行放大后给到旋转VL7的出级线圈 出级线圈随着旋转VL7的转动 在它的次线圈会产生两路的输出电流 产生两路的输出信号 一路正旋信号,一路鱼旋信号 MCU通过采集输出信号的波形来进行计算 来判断整个旋转VL7的一个旋转的位置和角度 随着方向盘的左右转动 你可以看到小屏幕上面输出波形有明显的变化 那MCU通过输出波形的变化来计算 我方向盘的旋转的具体的角度 你可以看到这个角度它的进度是非常实实 是精准的 如果大家对于TSB582有任何技术和产品的问题 可以随时咨询ST 谢谢